1月1号,2019年新年第一天,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三国的边境城市共同举办了望三国观日出迎新年祈福活动,吸引海内外数千游客分支踏来。 吉林省浑春市房川景区为本次活动的中方主场地,一直以一眼望三国闻名于世。 凌晨四时许,天还未亮,已有近千名中外游人云集于此。 六时许,天色微亮,中国浑春,俄罗斯哈桑,朝鲜斗满江三地烟花同步绽放,图门江的夜空瞬间变得绚烂多姿。 六时四十六分许,在浑春房川景区的龙虎阁上,伴随着中俄朝三国的民俗歌舞,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冲破天际,洒向大地。 三国民众及海内外游客在欢乐的氛围中共同祈福。 感觉很好,因为是2019年第一天嘛,就是阳光升起来的时候,内心里感觉到这个一年都会好运。 看到三个国家这个烟花同时放起来的时候,那种感觉非常的就是振奋。 这个第几次看日出吗? 这个第三次,每年都来这个龙虎阁看日出。 你自己选为选为选为军队冲破天际? 中俄朝三国边境游业务正日渐丰富,每年元旦等节日期间,都会有大量俄罗斯游客到浑春过节。 为此,处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带的吉林浑春,开始全力打造即旅游观光,休闲度假,国际购物与一体的口岸经济新模式。 这个词是楼上译的没有伤队,但是准备是不容易。 你知道的,在1900年,那个丝离那么危险。